喜乐,你们看得到是我的slides吗? 真是感谢赞美组,我们进入2021年,这个coronavirus还是没过去, 今年还是一个很具有挑战的一年,但是真是平得神的保守, 我们的弟兄姊妹,最起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平安, 虽然有各种各样挑战,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, 要经常的洗手,要戴口罩,要不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, 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在网上可以照常举会, 在灵命上蛮不,不会妨碍我们和神亲近, 所以今年一年我们其实也动员弟兄姊妹把福音, 把这个圣经读一遍,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方式, 但是我们最近姚军弟兄牵头也成立了一个群, 里面有二十多个人,要把圣经读一遍, 好像今天就把创世纪要读完了,进入这个出矮季了, 而且我们也有每日的领袖, 七点到八点,八点半到九点半有两场, 希望弟兄姊妹们,你们可以进来看一看, 瞧一瞧,看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领袖都做些什么, 还有一些门徒训练, 周二周四晚上还有其他很多机会,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段时间, 不是没有这个机会到外面去转断, 把他看一看,我们蹲在家里, 我想也是神给我们这段时间, 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,来多读他的话, 在网上同样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有团契, 感谢主,前几天赵杰姊妹给他联系, 问他email,他说,孩子出生了, 孩子出生了,感谢主,我们都为他高兴, 所以我们在交通里面他就说了这一段话, 他说有宝宝之后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天赋的孩子, 父母爱孩子是怎么爱都爱不够的, 你看看那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也是笑的, 天真浪漫的那个表情, 我相信我们的成年人是羡慕的, 但是他说的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, 就说真是我们好像是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, 哇天父的爱,天父也这样爱我们, 每一个孩子他都爱, 不论什么状况,出现什么状况, 他都爱, 约是我们处在困难时候, 约是处在我们舞作的时候, 约是显得我们没本灵的时候, 他更爱我们, 这就是我们的造物之主, 这就是我们的天赋, 所以真是我们每当看到小孩子的时候, 每当我们看到自己孩子的时候, 其实天赋比我们更加, 比我们爱我们的孩子, 更爱我们, 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, 我们的天赋却是无限的, 感谢赞美主, 真是这几天思考很多, 因为要讲这段经文, 我又想到了这几天, 整个世界的局势, 还有pandemic, 真是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, 一个社会里面, 一个文化里面, 一个传统里面, 看见什么事情, 如果有新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,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, 如何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, 顺从圣灵, 每天来按照神的旨意来更新我们, 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, 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, 耶稣被罪人审判, 比较看里面的细节, 我们真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越多, 真是求神使用这段, 其实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, 很悲伤的一段经文, 但是神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, 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来成长, 成熟, 让我们祷告, 我们在天上赋我们感谢赞美你, 感谢你还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举在一起来敬拜赞美你, 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, 约是波刀汹涌的时候, 约是社会局面不稳定的时候, 我们人更加要寻求你, 主啊在这段时间里面, 你保护着我们每一个人, 保护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,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敬拜赞美, 让我们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,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一起来领修, 来读经, 来学习你的话语,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敬拜你, 主这就是你的爱, 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恩典, 但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珍惜这样的时间, 珍惜这样的机会, 和你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, 装备我们, 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, 以至于流出来, 能够去成就你的使命, 哈利路亚感谢主, 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, 让你的灵来充满, 讲的, 充满听的, 我们在一起同德造就, 哈利路亚感谢主, 我们祈求祷告,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, 阿们, 我们上次分享到, 耶稣已经被, 被抓, 接下来呢, 他就被带到大祭司, 盖亚发那里, 来让我们读一遍, 拿耶稣的人, 把他带到大祭司, 盖亚发那里去, 文士和长老, 已经在那里聚会,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, 直到大祭司的院子, 进到里面, 就和猜一同坐, 要看这事到底怎样, 祭司长和全公会, 寻找假见证, 恐高耶稣, 要支持他, 所以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, 总得不到时局, 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, 这个人曾说, 我能拆毁神的殿, 三日内又见到起来,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, 你什么都不回他吗, 这些人做见证, 告你的是什么呢, 耶稣却不言语, 大祭司对他说, 我只做永生神, 叫你取师告诉我们, 你是神的儿子, 基督不是, 耶稣对他说, 你说的是, 然而我告诉你们,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, 全能的的右边, 驾到天上的云降临,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, 说他说了奢望的话, 我们何必再见证人呢, 这奢望的话, 现在你们都听见了, 你们的意见如何, 他们回答说, 他是该死, 他们就涂涂抹在他脸上, 用拳头打他, 也有用手掌打他, 说基督啊, 你是先知, 告诉我们打你的赤水,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在最后, 在地上最后一周, 星期四晚上, 现在已经是半夜的时间, 他已经有派一些人, 因为优大的出卖, 就把他抓到, 然后就带到了大祭司的盖亚法那里, 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, 为什么说文士长老, 这说明是什么, 他们已经计谋好的, 计划好的, 要抓住耶稣, 要审判, 找一个理由, 要促使他, 我们首先看看就是说他有什么权力, 我们只到圣经上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, 关于权力的来源, 在罗马书的十三章, 以界那里, 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,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,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, 我们知道, 我们欲知万物是神所造来的, 那神是王, 神要管理, 而且他说造的是有次序的, 在和谐的时候, 在他在犯罪之前, 我们的神是王, 被造植物都会顺从他, 不会反动, 反对他, 但是, 当人犯罪后, 这是什么, 人要做王, 人要做王, 以至于你是王, 我是王, 每一个人都是王, 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, 混争, 打斗, 杀戮, 那神, 他拯救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结果, 结果就是我们成为他儿女, 以后我们的改变, 就是要让我们把主权交托给神, 交托给神, 让他成为我们的王,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,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, 那他从一个国度上来讲, 他设立国度的权力机构, 是由王, 先知, 祭司, 其实, 我们从他出埃及, 他设立的体制, 我们可以知道, 他其实设在人间的这个人, 是先知和祭司, 没有设王, 因为他是王, 以至于他到了迦南帝以后, 迦南帝以后, 三四百年, 他都没有给以色列人指一个王, 地上的王, 因为他要以色列人操练, 把神当作王的生活, 但是在撒末尔时代, 撒末尔快要结束的时候, 他们祈求神给他一个王, 撒末尔当时很不高兴, 就给神祷告, 神说他不是抛弃你, 而是舍弃我, 他们不让我做他们的王, 这就是我们世上的人, 当他们看到外国人, 外邦人有王, 领着他们可以打仗, 他们也盼望有一个人做他们的王, 但其实这不是神的旨意, 但是神为了照顾到他们, 还是给他们立了王, 扫罗, 那第一个王我们知道, 扫罗这个王, 其实圣经后来说, 他是按照人的心意, 是人选的, 是神按照人的心意, 为他们选的, 因为在那个时候, 他只有找一个长得又高又大, 又很漂亮, 又很吸引人, 又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人, 来做他们王, 否则他们会不听他, 所以神就给他们, 神就给他们立了扫罗, 而后把权力管理, 过去的权力委托给了扫罗, 但是我们知道扫罗的王, 却是失败的, 那后来感谢主, 神找到了一个中医的王, 那就达尾开始, 他还是这种结构, 郭王先知祭司, 那这都是神给他们设立的, 当然由于人的败坏, 他不同的时候, 他有的是郭王占主导地位, 有的时间段是先知占主导地位, 有的时间段是祭司占主导地位, 那你如果去仔细读往上往下, 带上带下的话, 你就会发现, 其实就是在大卫时代, 他在先知和祭司方面, 就出现了矛盾, 在大卫时代就有两个大祭司, 一个是萨都, 一个是亚比亚塔, 在这个还有两个先知, 一个是加德, 一个是哪丹, 所以当我们人在做王的时候, 所有的不完全就会慢慢慢慢的出来, 而且越来越多, 一代不如一代, 所以优大, 优太人, 以至于到了耶稣那个时期, 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行政省, 那他们完全失去了主权, 他们就成了这样一个结构, 就总督, 这是罗马帝国派来的一个将军, 然后又分封的王, 就是当地罗马占了那么多土地, 他们统治不过来, 他要在当地找一个人, 有名望的人, 可以帮着他们管理统治的收税的人, 这样一个人分为王, 当时我们知道, 耶稣出生的时候是大西律王, 对吧, 他曾经要杀害婴儿的耶稣, 后来大西律死了, 他有三个儿子, 有西律安提帕, 他杀了四席约翰, 还有个西律王亚基波以示, 他杀了门徒亚哥, 还有西律王亚基波, 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, 听保罗传道的那一位, 而后有公会, 这公会它也是历史的传统, 特别是在我们都知道, 以色列历史上在公元前140年到63年, 有一个麻加比王朝, 革命, 麻加比革命, 有一个王朝, 大概运行了将近100年的这种程度, 但到最后, 因为他们就是说国王这个权势的权威的上司, 他们就慢慢形成了一个叫公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, 这公会呢, 其实他们是按照当初摩西的传统, 有祭司, 有长老, 应该是有什么, 有先知, 但他现在后来就变成了, 有文士, 发力赛人, 有民间的长老, 祭司, 大祭司是主席, 是头, 这个时候他们的权力, 优太人的就是说民事权力, 和他们宗将出现问题矛盾的解决的权力, 就在他们公会里, 但是他们这个公会没有杀人的权力, 没有判人就是说实行的权力, 他如果出现这种问题, 他就把这权力让渡给总督, 由罗马总督来宣判, 谁必须被审判致死, 当时在这个, 在他的这个期间, 在他的社会里面, 我们知道, 祭司, 杀毒该人, 他的就是说, 就是比较赞成外邦文化加入, 混入到他们文化里面的, 发力赛人和文士, 是对律法本身有很好研究的, 就成为了主要的, 其实掌权者, 因为解释律法的权力在他们手上, 长老, 我们都知道他们传统的根据家族, 有智慧的一些家族年老的人, 而组成, 爱尼瑟人是单纯的, 就是单纯信靠主的一群人, 他们和现世是分开的, 愿意过一种isolated的生活, 不和世人混合在一起, 我们知道希律党分裂党这些人, 这些都是在政治上的政党, 但最后在民事和宗教上, 在优太人的社会里面, 是工会来做有这个权利来审判, 来处理日常的矛盾问题,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 就这个审判合法嘛, 从律法的角度来说, 从墨西的传统来讲, 他应该是有祭司, 有长老, 有墨西算是一个先知, 但是后来他形成的一个精英阶层, 就是文士和发力赛人, 文士和发力赛人能够代替先知的位置嘛, 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回答的, 所以从发力的角度上来说, 这个审判台是不是合发的, 是有争论的, 是我们是有说法的, 另外一个点就是说, 今天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审判别人的内心的魔鬼,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审判人, 因为在我们没有让神作为我们的王的时候, 我们就是王, 那我们就要看别人好, 别人坏, 别人这样对不住我, 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错, 就先把别人审判一番, 给自己找一个地位, 好像能够站立得住, 好像自己才有了价值, 好像自己就是做了人上人内心那种骄傲, 知恶, 才会表达出来, 好像从这里面才看到自己的价值, 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, 但愿我们在基督里面, 因着圣灵的统在, 让我们除去所有动不动就审判别人的这种思维模式, 思想方式, 思想方式, 让我们真是看到别人的时候, 我们要去爱他们, 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, 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, 我们可以在一起彼此的帮助, 一起来赌经, 一起来成长, 一起来拥药神, 一起来服侍, 如果看到那些不符合生意的, 不符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, 其实那些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, 而不是我们的敌人,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人, 一定要改变我们, 世人那种价值观判断的思维模式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够拥药神, 而且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, 我们对神的话是怎么, 有什么样态度, 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, 是拿着怀疑的态度, 神判的这个角度去读神的话, 还是真是, 那就是父神给我的话, 给我讲的, 我首先有一个谦卑的心, 认识到他是真理, 他说的是对的, 这一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, 如果我们拿着剪刀去读神的话, 那我们成了什么, 不就成了魔鬼的所使用的工具吗, 那将来我们又把圣经读成什么样子, 那我们就成了王, 圣经就成了我们要, 实现我们自己内心那一块的一个工具, 一个理由而理, 所以单愿我们, 单愿我们弟兄姊妹们, 都能够, 在我们内心里有一个谦卑的心, 不是动不动都有一个审判的心, 不要像发列善的工会这样看, 不习惯, 耶稣觉得耶稣威胁了他们, 觉得耶稣好像违背了他们对律法的理解的时候, 就要除去耶稣, 就要想杀害耶稣, 五十八节很有意思, 在这里写了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, 直到大祭司的院子, 进到里面就和猜疑同坐, 要看这是到底怎么样, 耶稣是很勇敢的, 这个彼得是很勇敢的, 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还记载, 约翰, 彼得他们都去跟着看, 因为他要看一看, 他跟了这三年多的耶稣基督, 做了那么多神迹奇事的耶稣基督, 就这样, 莫名其妙的被祭司长长老, 发力赛人抓去吗, 他不甘心的, 对不对, 他要看一看, 他要经历, 亲眼要见, 耶稣在这过程里面所遭受的痛苦, 他要看一个究竟, 他要看一个究竟, 所以这次这里也给我们今天这种状态里面弟兄姊妹一个提醒, 什么提醒呢, 其实在黑暗里的时候, 就是在撒旦魔鬼特别疯狂的黑暗里的时候, 我们属神的人, 我们属神的人, 我们要看, 我们要真是有属灵的眼镜, 看看这个社会局势到底是什么样子, 要往哪方面走, 其实这些整个社会的走向, 整个世界的去向, 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的, 那要让我们这属神的人做什么, 就是等待, 等待, 等待耶稣基督再来, 等待黎明的再来, 等待神做工, 给我们机会, 我们也抓住机会去传福音, 所以我们在这期间里面, 要预备我们自己, pandemic这段时间, 我们没办法出去, 去reach到人, 那我们就来装备我们自己, 让我们和神有更亲密的关系, 借助这段时间, 让我们也抓住机会, 我们如果去shopping, 我们如果在, 我们已经认识的人, 可以经常去联系他们, 如果我们不认识偶然的一个机会, 能够认识到他们, 也保持和他们联系,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刻, 神要让我们做的, 其实这个真正的局面是一样的, 真正的局面是一样的, 彼得, 约翰, 他们在这里, 看到耶稣被抓起来, 他们也是默默地跟着看, 耶稣并没让他们反抗, 牧人被杀害, 被迫害, 羊就走散, 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, 我们要静静地看, 装备我们自己, 和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, 一旦窗口开的时候, 大门开的时候, 我们就有更多的力量, 去成就神的旨意, 接下来, 纪师长和全会众, 寻找假见证, 恐告耶稣, 要支持他,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, 总得不着, 施局, 祭司长和全公会, 寻找假见证, 恐告耶稣, 要支持他, 我们赌了圣经, 我们赌了这句号, 你不觉得非常可笑吗, 在这帮, 自认为是律法师的人, 自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, 他们在传统里面, 在律法里面, 他们明明知道, 假见证是神所不喜悦的, 对不对, 假见证被列为, 实践里面第九件, 是要让他们不能去做的, 在真言里面, 也提到神最不喜悦的七件事, 假见证也是其中的一项, 但是他们在这里, 却寻找假见证, 恐告耶稣, 要支持他, 为什么要寻找假见证, 恐告耶稣, 因为他们的目标已经定了, 他们为神先判,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支持耶稣, 所以他没有死去, 他们就不得不捏造事实, 不得不寻找那些不真的东西, 来恐告耶稣, 为什么他们要支持耶稣, 我们知道, 耶稣讲话带有权柄, 引起了他们嫉妒, 对不对, 耶稣行了很多, 有能力, 行了很多歧视, 吸引到很多人, 对他们权威造成了威胁, 耶稣当面职责他们, 引起了他们的憎恨, 耶稣在安息日工作, 他们说违背了律法, 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, 违背了他们的天规, 所以他们要支持耶稣, 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目标, 已经有一个目标, 而不是把耶稣抓来, 问问他, 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, 我们人啊, 人是很有意思的,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神先判,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, 思维模式, 把我们引向歧途, 我们往往都会依自己的标准, 把我们自己带到犯罪里面, 其实我们不论是在教会历史上, 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,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, 对神教会, 对神大使命的一个伤害, 问题到底出来哪里, 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人人都有一个为神先派的心, 我们一样要预知什么事情, 马上有一个心理一个判断, 然后再用判断的方法, 然后再用慢慢慢慢去看去检查, 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我们的预判是不是对的, 这个在科研上是一个科学方法, 但是在为人出事上, 我们就会掉进撒旦魔鬼的轨迹里面, 我们首先看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, 你去看一看, 如果你有机会, 我希望你们读对教会的历史, 教会的很大的问题是什么, 就是没有把大使命作为第一要务, 为什么没有把大使命作为第一要务, 我觉得我们就是抓住了某种神学, 把某种神学作为我们他相信的一个根据, 以至于我们让我们停留在大使, 诫命阶段, 弟兄姊妹们, 大诫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, 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成就了律法, 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就要行出来, 但是我们如果在基督徒生命里面, 仅仅停留到这个地步, 其实不是神的旨意, 是什么, 我们在生命里面活出大诫命的要求, 但是而且我们要去传福音, 我们活出来大诫命的目的, 是为了传福音, 让更多的人来信主,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,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, 我们就眼睛向内, 向内什么, 我们眼睛都是很火辣的, 很明亮的, 就去找别人的毛病, 就去看教会里面这不好了, 那不好了, 就会把我们的主要的精力放在教会的部子, Building上, 建筑上, 模式上, 方式上,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, 基督托付给我们的, 托付给我们的是大使命, 要把福音传遍地极, 大诫命是我们在过程里面, 在我们生命里面每天都在操练的, 如果我们不能去服侍神, 不能去传讲福音, 我们的大监命, 也很多地方也活不出来, 我们在灵命的成长, 只有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, 以神的名誉, 真正受神差遣, 去服侍人的过程里面, 才能够成长, 才能够成熟起来, 如果看看美国的历史, 你们去翻一下, 你可以去谷购一下猴子审判, 禁止在public地方祷告, 移除使戒碑, 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, 教会有没有真正的站出来, 去提出这样的问题, 去反对这样的判决, 没有, 没有, 一直到了今天, 无法挽回的这种地步, 更多的人, 就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, 而教会呢, 温水炖青蛙炖到今天, 好像那个热度倒到心脏里了, 才感受到, 我想西方的教会, 包括我们教会, 我们应该悔改, 我们应该悔改, 如果不悔改, 教会还会堕落下去, 那个社会更加的堕落下去, 所以我们要保持警醒, 为教会祷告, 我们如果还是处在这种状态里面, 我就给他起一个名词, 名词, 叫中坛阶级绞肉鸡, 好像生活安逸, 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, 那我们, 不论是我们个人领命, 不会成长, 教会也最后, 会消亡的, 另外一个, 另外一个极端, 就是, 以大使命的手段, 怀疑某些边界效应, 作为大使命, 这是很糟糕的, 他们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, 基督徒的社会使命, 和大使命并列, 结果怎么样, 结果他有了这样一个目标, 结果福音传不出去, 却是以文化使命, 社会使命在先, 高呼要社会争议, 建立社会争议, 结果我们基督徒个人, 从行为上来说, 活的也不比别人好多少, 最后不得不跳进, 撒旦魔鬼社的圈套里面, 最后什么也没有, 福音也没传出去, 所谓社会公平争议也没建立起来, 这不就是最近七八十年以来, 甚至上百年以来, 教会出现的问题吗, 但愿神的灵再次感动我们, 让我们保持警醒, 让我们祷告, 让呼求神怜悯我们, 呼求神来呼召我们, 能够在他的大使命里面, 活出他的旨意出来, 所以有好些人接下来说, 来做假监灯, 总得不到实局, 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, 这个人曾说, 我能撤回神的殿, 三日内又尖到起来, 我们知道假监灯讲了, 其实刚才, 假监灯是优太人最机会的一个东西, 但他们现在去做了, 另外这个人恐告他, 他说我能撤回神的殿, 三日内又尖到起来, 这是什么, 这是事实, 是真理, 还是什么, 所以今天当今天我们如果站在地上, 站在地上, 站在地上一个人肉眼肉心, 去思考神的话的时候, 往往就会难缘悲测, 往往我们就不会理解真正的含义, 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有错吗, 我们撤回神的殿, 三日内又尖到起来, 没错, 但他不是指着那个用图用泥建起来的圣殿, 而是在指他自己, 不是吗, 但是, 犹太人怎么理解, 一方面是往他往坏里面去解释, 就是他要把圣殿毁了, 毁了这么着, 生了他建不起来了, 那他就是圣殿的破坏者, 他一个人怎么能够三日就能把, 人以前很多很多人用了, 二三十年四五十年, 建起来的圣殿, 三天就能建得起来呢, 他不是在说虎话吗, 可是我们知道,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的世上来, 他就是实力复活三天时间, 他自己复活了, 成为神的殿, 以至于让我们每一个人信他的人, 他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, 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神的圣殿, 可是犹太人他理解不了, 理解不了, 只能做属地的理解, 再加上他们就要想去杀害他的这样的一个, 这样的一个心, 那就把耶稣说, 他是要他要去破坏圣殿, 不是这样吗,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,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, 一定要有属天的眼光, 属天的心, 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, 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, 按照圣灵给我们带领, 让我们来理解圣经的话, 如果我们用一个肉体的眼光, 用人的眼光, 我们去读神的话, 本来满满是神的恩典, 神的爱, 我们会读出来一个律法座, 读了一圈转一圈, 最后还是一个律法, 还是我要做这个, 我做那个, 最后我做不到, 就陷入了这种悲愤, 很没有信心的状况里面, 其实你去认真读每一句话, 如果从神的角度, 基督的思想去解释, 去理解, 都是满满的鼓励, 都是充满了神的爱, 但是我们以神的这种心思去读, 读出来的就是律法, 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已经信神了, 那我们就要有神的阳光, 神的思维模式, 来和神建立那种个人的关系, 接下来说,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监政, 总得不到实举, 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, 这个人曾说, 我能撤回神的殿, 三日内又监造起来,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,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, 这些人做监政, 告你的是什么呢, 耶稣却不言语, 你知道耶稣怎么说, 耶稣说的和他们根本都不会, 不是一回事, 这句话是什么, 简直就是对牛弹琴, 地上的智慧都没有, 怎么能够理解天上的智慧, 所以耶稣没必要给他们多废口舌, 他们只是在这儿依试压人, 要去恐告耶稣而已, 所以也告诉我们, 其实在很多时候, 我们没必要和别人去争论, 别人给我们争论,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向证明, 神的不存在, 他可以不信神, 但我们信神的人, 只要听到一些言语, 我们不明白的, 我们就默默地存在心里, 向神祷告, 神的话, 必定能够成就, 接下来说, 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告诉我,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, 好像让他说一句话, 从他嘴里能够说得出来的, 可以定他死罪的, 你说的是, 耶稣是啊, 耶稣没说瞎坏啊, 对不对, 不仅没说我是, 而且还说, 然而我要告诉你, 将来你们要见人子坐在那全能队的右边, 不仅是从神而来的, 将来还要回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, 要做王, 要来审判, 将来怎么, 还要驾云降临在地上来审判你们, 是他其实听了不就更气了吗, 其实我们知道, 耶稣是神的儿子, 很早很早就有, 对不对, 试习约翰的监政, 都仔细想象是拿丹业, 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, 你是以色列的王, 这个在什么, 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四十九节就点出来了, 对不对, 从人的角度来的第二个是才是彼得, 彼得在马太福音里面, 十六章, 才承认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, 在约翰福音里面六章六十九节说,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, 从耶稣的教导, 他也是提到很多他是神的儿子, 他是神的儿子, 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, 很多这样教导, 但是从肉眼, 从肉眼来看, 你明明就是一个人嘛, 对不对, 你说你是神的儿子, 那你这是亵渎神, 你是亵渎神, 这就是他, 这就是当一个人, 他没有属天的眼睛, 没有属灵的眼睛的时候, 他只能按照他肉眼看到那一点, 心里想到那一点, 做出判断, 虽然他们, 对律发的知识知道很多, 但他们和神却没有那种关系, 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, 其实我们今天很感谢主, 我们知道与神的这种关系, 与你的地位, 与你权柄, 与你财富, 与你知识, 与你多大, 你多powerful, 是没关系的, 而神要的是什么, 神要的是我们谦卑, 认耶稣基督, 做我们个人的救助,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, 三天后我们复活了, 我们可以和神建立这种关系, 建立这种关系, 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认识我们自己, 不仅仅认识这位伟大的神, 也认识我们自己, 我们其实不认识神的时候, 不读圣经的时候, 我们说我们知道自己,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, 在不读圣经的时候, 我们是好人, 对不对, 我们读了圣经, 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罪人, 所以今天我们在如何认识神上, 一定要明白, 一定要有建立神, 我们人之间关系,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通过, 别人给我们传福音, 我们相信, 对不对, 你知道西方这种, 解构这个理性思维, 他是把圣经读了, 对不对, 先捋出来一个神学的观点, 然后怎么样, 从神学观点里面, 再推出来一个生活的常识, 生活的常识在用到我们人身上, 我们这样想信主了, 感谢主, 感谢主,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, 都是通过这种途径来信主的, 但是在生命里面, 我们生命里要成长, 我们生命里面, 真正能够抓住神的旨意, 是什么, 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直接去读圣经, 每一个人都要真是, 要聆听圣灵的带领, 顺服圣灵的带领, 聆听圣灵的声音, 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, 我们去明白神的话, 和神建立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, 只有这样我们的灵命, 才能够成立了, 所以感谢主, 感谢主, 我们基督徒, 我们弟兄姊妹们, 需要一个熟灵的眼镜, 去读圣灵的话, 去审视这个事件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, 接着大祭司就撕开衣服, 说你说了伤妄的话, 我们何必再用, 再用见证人呢, 这伤妄话, 现在你们都听见了, 大祭司听到这句话, 把衣服撕开, 为什么他觉得愤恨, 对不对, 觉得你说的这句话已经到极点了, 把衣服撕开, 还无非就彰显, 他对罪好像是恨之入辜, 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表演, 我们很多人很多人不都这样吗, 尤其在国内, 中国国内, 那么多在审判别人的人, 他不知贪污了多少, 过了两天别人审判他, 像割韭菜似的, 后来的割前面的, 一发一发的, 我们现在不是在很多事情上, 不也是这样表演的吗, 你们的意见如何, 都这样的, 当我们真正不认识到神, 没有和神建立关系的时候, 没有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, 我们没有认识到神所讲的天国的事情, 神要让我们在属灵里活出来的事情的时候, 我们仅仅把它理解成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, 这是很危险的, 这是很危险的, 我们以人心去解释圣经, 也是很危险的, 我们另外就说不要说他什么, 大家说的, 大家同意就行, 其实很多时候, 我们也要认识到一点, 大众也是罪人, 耶稣基督在六章,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说, 如果大家四人都说就好, 你有罪了, 你有祸了,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, 一定要是基督才是标准, 基督才是我们的效法的榜样, 不是人, 也不是一群人, 所以求神联明我们, 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, 我们能够依基督为我们的标杆,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, 要很好地思考最后两句话, 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, 用拳头打他, 也又用手这样打他, 说基督啊, 你是先知, 告诉我们, 打你的是谁, 其实从母中道理上来说, 他们对基督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仇恨, 对不对, 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三年半, 不知道行了多少善事, 不知道医治了多少人, 不知道喂饱了多少人, 不知道给多少人盼望, 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打他的, 不是亲戚就是朋友, 为什么, 为什么他对基督有这么大的恨, 为什么基督要遭受这么大的苦难, 要遭受这么大的羞辱, 第一就是其实是为了你, 为了我, 为了被打他的每一个人, 为世上的每一个人所受的, 是因为我们犯罪了, 因为人犯罪了, 所以他才遭受了这样的苦难, 第二个是什么, 第二个是魔鬼要打在打败之前的唯一的发泄口, 当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死了三天后复活以后, 就意味着耶稣, 就意味着魔鬼的权柄在他地上, 不能够完全控制了, 不能够完全狭制了, 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就逃脱了撒旦魔鬼的狭制, 进入了他爱子的过渡里面, 所以这是魔鬼做最后的一波, 他唯一的可以发泄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, 来折磨耶稣, 来羞辱耶稣, 可是如果是在这些, 在涂涂抹在他脸上, 用拳头打他的, 羞辱他的, 却成了撒旦魔鬼使用的工具, 弟兄姊妹们, 如果我们和父神没有那么好的亲密关系,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面, 有很多时候, 很多时候, 我们都成了撒旦魔鬼的工具, 而自己却没有感觉, 这是很可怕的, 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后, 我们真是在我们的思维模式上方式上, 我们难道又要变回到一个去审判耶稣基督的人吗? 这是我们要具体具体式去思考的, 在生命上天天要操练要更新的,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, 而不是耶稣基督的审判者, 哈利路亚, 看今天我们的几点, 从这段经文里面, 第一我们要领受到基督所受羞辱, 和被打, 是因你和我, 不是就是仅仅是别人, 是因为你和我, 为世上所有的人, 第二, 罪人做审判官是最不公正的事情,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, 如果我们去审判别人, 那会把事情搞得更糟, 引来更多的罪恶, 更多的不满, 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呢, 不要动不动去审判人, 我们不是网, 神基督才是网, 把这个审判人的权利, 还给耶稣, 交托给耶稣, 从我们世上的人说, 我们可能有这样权利, 但是这样权利, 我们也教会耶稣, 四堂权柄我们要明白一点, 来源于神, 来源于神, 他要使用我们人在地上, 有些审判, 但是我们一定要尊主伟大, 敬畏神, 所以最后, 让我们来一起读这几段经文, 就是在以色亚书53章, 他曾然担当我们的忧患, 背负我们的痛苦, 我们却因为他受责罚, 被神打击苦待了,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,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, 因他受到刑罚我们的平安, 因他受到鞭伤我们的医治, 我们都如扬州民, 各人偏行己路,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,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回, 来我们祷告, 我们在天上父母感谢赞美你, 感谢你赐下你的赌生爱子, 来到的地上道成肉身, 为我们受鞭打, 受羞辱, 受迫害, 最后还为我们死了那十字架上, 这些都是因为孩子我的罪,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罪, 我们世上所有经过人的罪, 正是因着你的死和你的复活, 你所受的羞辱, 宣告了撒旦魔鬼, 挟制人, 那些势力的破产, 今天就让我们来跟随你, 让我们不犯罪,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荣耀你,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就你的旨意, 成就你所托付的, 哈利路亚感谢主, 孩子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, 你祈求祷告,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, 阿们。